作者 确心铭 图片来自网络 在东北亚地区 延续了近两年的紧张局势之后 稍前时期该地区局势又呈现出了缓和状态 然而 据日前最新消息 局势又出现了反转势头 该地区矛盾竟然周遣计划 据7月8日俄罗斯媒体最新报道 于消息之日的两天前 美朝双方代表在新加坡举行高级会谈完毕之后 朝鲜外交部公开表示对此次会谈的结果 表示非常遗憾与不满 参加此次会谈的双方主要代表 分别是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金勇哲 据悉 会谈后 蓬佩奥对此次会谈结果表示十分满意 而朝方外交部却声称 在7月6日和7日首次招美双方会谈中 美国方面表现出来的美国行为和立场实际上引起了无限的遗憾 事实上 奢望美国能给全球或地区 带来和平无异于与虎谋题 在全世界习惯于霸权风格的美国 是不会真正有心在此次会谈中做出让步的 因此 美国对此次朝美会谈 并无多大诚意 这在会谈之前 就曾显现出了一丝端倪 5月29日消息 美韩两国空军便举行了超级雷霆联合军演 美韩军演并不罕见 可值得关注的是 发生在美朝会谈临近之际的此次军演的规模 反而远超老界 两国共派出了一百多架战机参演 其中甚至还包括最先进的八架F22战机 以及B-52轰炸机 很明显 这是美国在未即将到来的会谈 故意进行军事施压 此外 其实在这场举世瞩目的会谈举行之前 就连美国政府也对此表现出十分消极的态度 7月1日 在方朝时为此次会谈打前占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博尔顿据曾公开表示 美国政府对朝方不抱有任何幻想 并且博尔顿还打提特提令会谈双方 都极其敏感的半岛和问题 当然 从目前的局势来分析 美国政府之所以对会谈表现得如此消极 也深知自己半岛北方对自己的缺乏诚意有足够的提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ING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将你吝点 Glan